再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西班牙国防部证实 一架希腊F-16战机26号在参加北约在西班牙一处军事基地举行的演习时发生意外 该飞机起飞后不久就坠落地面 撞上停机坪上的其他飞机并引起大火 冒出大量的烟 目前这个事故已经造成了10人死亡 另外有13人受伤 6人伤势严重 而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当地媒体报道说 机师在起飞时做了错误的动作导致飞机坠毁 这起事故是30年来在西班牙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军机飞行事故 无疑给北约多国参与的这次演习蒙上了一层阴影 事故发生之后 要做的还是尽快找出具体的原因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